清顺至初年 将直立于北京地区的北直立改为直立省 辖区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天津、两市 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和山东、河南、辽宁的小部分地区 1928年改直立省为河北省 直立总督署是直立总督办公和生活的场所 建于雍正七年 规模重红、功能齐全、细大必聚 整座雅署封为中、东、西、三路 严格按照前雅后寝、轴线对称、左文右五的规制修建 是全国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雅署建筑群 一座总督雅署半部青石写照 如果您想聆听它的故事 一睹它的风采 就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直立总督署 欣赏它悠久的历史的折光 大家好我是夏天 大家好华姐 自驾深度由河北 我们现在是在宝定市 我们身后就是直立总督署 宝定非常有名的地方 今天带大家到这来逛一逛 在这 我们现在正前方的 就是直立总督署的正门 然后大家看非常醒目的 它的门口有两根大旗杆 这个已经不是清明时期的原物了 最早期是用木制的 后来是改用了水泥胶筑 而且大家可以发现 这旗杆上是有个那种方盘 以前设计的 这个上面是可以占人的 当时这个旗杆立起来的时候 是全国最高的旗杆 我们现在往里面走走 朋友们 我们现在在直立总督署的正门前面 这有一个宝定式的城市原点 这也被称为是大地原点 它代表着这个城市核心区域 所在的一个精确位置 是以这个精纬度来标示的 这个城市原点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以此为起点 来计算该城市与其他城市 之间位置关系的一个重要测量标志 这里写的 距石家庄125公里 然后这边写的是 距天津150公里 距北京是140公里 咱们首都北京的这个城市原点 是在天安门广场 那里也是这个中国公路0公里点 朋友们 我们刚刚问了一下 这边的票是30 现在是8折 就是24我们昨天在网上订的也是24 他说在网上订的直接刷码就可以进了 直立总督署的这个大门 它是一个黑色三开尖的一个大门 然后建于这个一米高的这个台阶之上 这门的这个中间悬挂着一块匾额 这上面写的是直立总督署 从这里就可以刷码了 这里一进来都在修缮 刚刚我们航拍的时候看到后面有几个院落也是在修缮中 它这里面都是古树 好几棵都是古树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叫侧柏柏树 360年的树林了 属于二级保护树木 一进来右侧这边有一个导览图 最里面 我们这个方向就是反的 我们从这个方向来看 这是大门一进来 然后这有个宜门 宜门就是礼的这个意思 就是一般他接见跟自己品级相当的 或者高于自己品级的人才从这个宜门来迎接 然后这有公申明 大唐 二唐 官邸 上房 这个就是这个民国时期曹空所建的那个大旗杆 刚刚跟大家讲过 后来是用这个水泥浇筑的 这个高达33.6米 当时是全国旗杆最高的 是在94年的时候 在这个南关公园出土的 我们看一看它的这个 这些都是断壁 目前发现的只有这一节了 这是一个底座 朋友们走进这种小巷里 有没有突然有了一种穿越的感觉 感觉一走出去我们就回到了清朝的时候 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墙边 有很多这个 它隔一节有一个这种小雕花 这个其实它起到的作用就是通分的作用 我们以前不是说没有不透分的墙吗 所以很多的古建筑都会有这样的 对 给这个建筑来进行通分用的 很多 好有缘分啊 刚刚碰到一个美女 对 是北京过来的啊 然后她刚看我们戴着口罩没敢认 走上过去回来又追着我们问了一下 虽然没有见过 但是因为她经常看我们的视频嘛 实际上那个打招呼的感觉 你就像见到熟人了一样 对 所以我们很喜欢这种 偶遇到这种网友的这种感觉啊 就见到了熟人老朋友一样 对 我们现在正对面的这个是 介石房也称为工生民啊 这个牌房呢是四柱三顶的木质结构 这个工生民它的意思呢 就是公正方能明察尸体的一个本末 这个牌房的这一面啊 写的是 意思就是当官的这些愤怒啊 都来自于这个明指明高啊 虽然就是百姓容易被欺负 但是上天是不饶恕的 这些都是可以作为这个官场的这个珍规啊 对 也就说上天有也 对 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 古树 白树啊 槐树啊 你看这个槐树是400年历史的 嗯 刚刚那一棵是百树500年历史啊 有很多的古树木 我们身后呢 这里就是这个大堂啊 是这个直立总督署的主建筑了 始建于这个明初 然后在雍正八年的时候改为这个直立总督署的大堂 这里呢是这个直立总督一般迎接圣旨啊 举行重大庆典活动的一个场所 我们到这里面再转转 这个大堂呢 它是一个五开间啊 然后门前有三间爆煞 这个爆煞就是指这个大堂前面 这个建出来的这个像狼蹄一样的 我们从这个大堂一进来啊 就看到这个公案桌 在这公案桌后面呢 有这个平分啊 这画的有一个支丹顶鹤 然后还有这个海巢和这个太阳 这个太阳呢 就象征着天子啊 这个海巢就是象征着泱泱百姓 这个丹顶鹤呢 就是这个一品文植大圆啊 这是这样的一个那个评分 在这个评分的上方 这个是当时雍正皇帝 亲笔玉书的一块牌片啊 写的是客公守墓 这是当时赐给一位直立总督的啊 这个客公呢 意思就是谨慎恭敬 然后这个守墓意思就是 最好的地方官的意思 这是当时奖励的 好像是那个唐直玉总督啊 直立呢 是因其直接隶属于金师尔德明啊 又由于他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 他位于全国总督之首 在清朝的时候直立总督 已经成为地方最高的军政长官 那我们现在这个身后呢 就是这个直立总督署的二堂 我们再在这里转一下 看一下这个西侧有一个展厅啊 李鸿章的这个雕像 李鸿章呢 在任期间呢 大兴水利 发展农业 大力推行这个洋务运动啊 他的在任期间 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功绩 而且李鸿章呢 也是这个三任直立总督啊 长达25年 是任职最长的一个总督 这个整个展厅 现在目前展示的都是这个李鸿章的一些 在任期间的一些事迹 李鸿章的一生呢 他经历了很多的国家大事啊 在他任职期间呢 也是办了不少的时事 但是由于后期他代表清政府 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对于他的这个功与过啊 也成为近代史上就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 所以也体现了一句话 弱国无外交 说明一个国家的强大 是多么的一个重要 所以想想咱们中国现在的这个发展和地位啊 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意义了 现在进入这个二堂里面看一看啊 这上面都在那个 他们在重新上这个颜色 也是在修上 这个二堂一进来呢 看这上面有个很大的一个匾额 叫什么 镇素风轻 然后匾额下面这有一个这个平分 中间是一个麒麟啊 象征着是这个一平五直大圆 他的这个左侧是这个启示厅 启示厅就是这个总督他的幕僚 帮他处理公务的地方 他的右边这边呢 是意识厅 意识厅呢 是这个总督和他的幕僚商议事务的地方啊 我们从这个二堂后面出来以后啊 他现在目前到处都在修缮啊 这都瞪住了 不然你看接着看着这道门 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直立总督署呢 他也是属于这个前朝后寝的这种格局啊 他的这个朝和寝的分界线 就是二堂过后的这个内宅门 为界线 我们现在绕到他后面的话 就是他的这个三堂和四堂 这个三堂四堂的这个路 我们没有找到能绕过去的地方 是不是因为整个在修缮 他这个三堂呢 就称为官邸啊 然后就是这个总督处理公务的地方 然后四堂呢又称为上房 就是他及家眷生活的地方 这是他的这个官邸三堂的一些图片 都过不去是吧 好像是过不去了 我们刚刚的主线路看的就是这个直立总督署啊 然后他这个侧面 现在两边的侧面啊 都有一些这种陈列馆 就是这像这个总督署的这个博物馆 有很多的一些介绍 我们看看这里面 一进来很醒目的 这两个柱子上写的 不生事 不屑事 自然无事 能骄名 能咬名 便是清明 这可以作为这个围观者的真言啊 真规 这边就讲的 衙门的规矩 上任的规矩 还有拜印旅心图 皇上分官的时候 次印 还有在任的规矩 在这都可以了解到 衙门小世界 官场大舞台 衙门是权力的体现 官场是制度的物化 以皇宫为中心的中央和地方各级衙门 诠释着中国古代政府机构的运行方式 承载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 反映着浓厚的时代和地域文化特征 衙门是一面镜子 照亮历史 镜见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